像我的男朋友和他现在的女朋友 像你的男朋友和他现在的女朋友 那你的男朋友应该是你的前男朋友 不是 老师 你听我说 你说呢 我今天既然来到这里告白 那我就不相信 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两个真的会在一起 我觉得他就是来找一个女孩骗我的 这个女孩他想要多少钱我可以给他 而且而且就算就算他们真的在一起了 但是我还是还是想要说出我自己心里的话 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叫王贝德 你什么时候发现他有新的女朋友 我们分手之后就是我每天都在跟踪他们 你不知道跟踪人是违法的吗 我没有办法了呀 你都看见了什么 我每天都会跟踪他 他不会去见别的人 也不会去相信 没有去相信 也不会出去玩 在我跟踪他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什么都没发现 后来他说你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说那好啊 我说那让我看你女朋友嘛 我要证据啊 好那你过来嘛 我在那个他们家附近的咖啡厅 我到那儿了 确实真的有一个女孩在呢 他们还很亲密的样子 但是我觉得那就是假的 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两个真的会在一起 我觉得他就是来找一个女孩骗我的 很自我 跟踪是违法的 你除了跟踪之外 你平时跟他相处的这两年当中 你在家里干什么 我在家里玩啊 他养着你 不是啊 爸妈离异了 但是他们每个月都会定时的打给我钱 这个钱足够于你 不工作也可以在家里活得很好 足够了 而且王梅德说 他觉得我这样挺好的 挺好的 很好他为什么要跟你分手 自从见了家长之后 我爸妈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干嘛要在一起 但是我从来 我真的真的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他什么 在这之前就没有任何征兆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他那么好 我们在一起两年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直的走下去 只要他跟跟我在一起 无论怎么样都可以 我不能失去他 因为我觉得没有他 我就会活不下去的 哪怕他的女朋友是假的 只能说他和你分手的决心是非常的铁定的 不 我觉得是这样的 越是他要用这样的方式跟你分手 就越说明他自己是下不了决心的 他放不下你 所以赶紧拿一百事来 假装他强大 要不然 他根本没法直接的拒绝 女人最不能接受什么呀 我觉得你们说的这个最大的问题 他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 他不知道他自己错在哪 他可能恰恰以为自己做的没有过分的事 在这个男人的眼里以为 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他没法容忍这个问题 跟他在一块这个问题 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 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 是因为他根本就没犯什么错 因为我们现在听的只是他的一面之词 他说我没有错呀 我还这样那样呢 他肯定是有问题了 这个男生才会跟他分手的 你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女生 是一个有钱养着的女生 那对于他来说和你在一起 他是没有什么发展的 那我也可以养他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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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不需要一个女生去养他 他需要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他跟你在一起你觉得是真爱 他也觉得是真爱 但是别人看他就是吃软饭的 哪个男人受得了这种 我养你啊 王子在表达自己的事件的 自己的情感的时候 一直在看着地下 也就是说你在沟通的时候 有一些障碍 我想你的问题就出在这个沟通障碍上 我觉得真正的原因 还得听听另外一个人 他怎么说 对吧 我们也听听 如果你男朋友王贝德能来的话 两个人说一说 我们再来看一看 家境富裕 却缺乏关爱的单亲女孩 王子 与普通家庭的王贝德 相恋两年 两人多次分开 有重修就好 最近一次翻手 王子像以往一样 每天都会悄悄尾随王贝德 试图了解他的一切 对于王贝德身边 突然出现了女友 王子持激烈的怀疑态度 他希望王贝德 能正眼看得起 并重复于好 那么事实 真的像王子说的那样 男友为了达到分手的目的 欺骗他 还是另有影中呢 面对这样特殊的告白 王贝德会来到现场吗 我特别不希望 这个故事是我们想象到的 很词气的第三个版本 男生得了绝症 找一个女生来说 爱我请远离我 我不想拖累你 我特别不希望 是这样的一个版本 但是究竟是谁的问题 我想我们也找不出个结果 请站到开启告白 这门的案件旁边 我问你几个问题 王贝德今天如果不来 像以前一样 避而不见 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我不知道 我还是 我还是希望他能过来吧 让我们一起来面对问题 第二 王贝德如果来了 他告诉你 离开你真正的理由 就是你给他太大的压力 我不知道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觉得他可以把话说明白 你的父母门当户对的 干观念给他压力 还有你每天的这种生活 就是不工作 闲散的生活也给他压力 你会做何改变 如果他觉得我的家庭是负担的话 那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如果他觉得 如果他觉得我工作的这方面的话 那我可以去努力 可以去工作吗 可以 可以 可以为了他放弃闲适的公主生活吗 我可以的 门开了之后 你希望看到几个人 我希望的是他们两个吧 为什么 因为我想把事情说清楚 这也是我今天来的目的 如果确实是两个人来了 他们俩确实有真感情 他就是烦你了 不爱你 不会的 如果是这样 怎么办 我祝他幸福 好 好 你平复一下心情 一扇门可以关掉很多 我们不想看到 也可以打开很多 我们想看到 所以说为什么 开门之前 每次都问他们一些问题 这就是这扇门 真正起到的作用 因为打开门 面对到的 就是你自己真正的内心 你决定好了吗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行案件 我会记住我 别说一扇门 我会见到你了 我会看到你我 你松手 不是这样的 他是我男朋友 你告诉他 你是我男朋友 我们没有分手 你告诉他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到底哪做错了 你告诉我 你冷静一下好吗 他现在是我男朋友 你怎么不说话 你怎么不说话呢 我们已经分手 一个月了对吗 我交不交女朋友 不关你的事吧 你瘦了 瘦不瘦 不关你的事 我们俩今天很幸福 不是这样的 你告诉大家 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我们俩已经不可能了 你知道吗 来 有请 你平复一下心情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贝德 然后在我旁边的这位 是我的女朋友 我叫珊珊 主持人好 我是珊珊 佩德 离开王子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一开始我们俩的感情 还是处理得不错了 然后直到双方家长见面 他的爸妈就不太 看得上我爸妈 有点瞧不起 即使这样 我也没有放弃 因为王子之前的 对我爸妈 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然后直到我 第一次的 跟他提分手的时候 然后他在我家楼下 守了两天两夜 绝食 最后闹得民警 都去我家敲门去 然后解决这个事情 然后破忧耐 然后就跟他继续 又和好吧 然后直到第二次 下了班 我刚一回家 然后看他从包里 拿出一把折叠刀 就架在脖子上 王贝德 你别说了 别说了行不行 就要自杀 他这个行为 有点太极端了 当时有点都吓得 我爸妈了 然后我的第一反应 就是去夺那把刀 然后我就把刀夺过来 但是我也摔在地上 而且还不小心 被他划伤了 然后我是真 每个月他都闹到我父母面前了 然后我还是就 又跟他和好 但是我从这次事件以后 我就已经不想和他在一起了 然后直到第三次吧 他在他家里给我打电话 你还有吗 没有 他很凶的告诉我 说如果半个小时内 不到他家的话 他就开始要自存 你觉得这个女孩 为什么会做出一些 这么极端的事情 可能是因为 他从小也可能 父母离异了 然后可能感受不到关爱 其实我真的 我也不想伤害他 我也希望大家帮他 然后能让他以后 不要做那么极端的事情 能自己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然后我也希望他 能死心 因为我已经现在有女朋友了 是 我们俩 太女朋友 我们俩刚好不久 他们分手之后 我们才在一起的 早上我七点半准时 在他家楼下 那八点他准时出门 中午正常 正常从公司出来吃饭 晚上正常回家 等他家灯溪了 我才会回家 他不见不代表我不存在呀 现在转线这么发达 威胁 视频 都可以 他工作忙 有一回 我们俩在那个 咖啡厅里面喝咖啡 那是你叫我去的 就是上次 那是因为你无限的纠缠 我实在受不了 我想 我想让你知道我有女朋友了 纠缠你有怎样 那好啊 你让我看见吧 你理人他去我家楼下吗 你何必叫我呢 何必呢 我见到他才知道王子的事 他当时请你特别不管性 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你告诉我 你明明知道我跟他在一起 你为什么要想男朋友 我没有想一男朋友 你现在在干嘛 你们已经分手了 我俩才在一起的 好 你要多少钱我给你 你说嘛 开价嘛 王沛哥已经不爱你了 主持人 我们俩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希望王子以后 不要再打我俩的生活了 我刚才说的都说了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如果他再这样闹下去 我俩觉得离开这种城市 你说不下去了吧 在这儿 没有 能不无力去闹吗 在这儿真没法谈了 其实我已经 把话都说干净了 他表白我根本就不介绍了 我就是也不是来表白了 他要爱我的话 他不可能做出那么极端的事情 我不是因为爱你 我干嘛这么做 如果你不逼着我分手 我会这么做吗 王贝德 我真的没必要跟你多说 你别走 你回来 你回来 王贝德 你跟我回来 王贝德 你不能走 找出天回来 你回来让大家看清楚 别走别走 住手 为什么住手 为什么让我住手 你把这事先说清楚 先冷静一下 王子 王子 先冷静一下 今天你们俩来 是为了证明让他死心 证明你们俩确实是情侣 是吗 你们俩就是成了 就是啊 你证明吗 我们是一战中情的 这么帅 帅能当饭吃吗 在清楚之后 我觉得他真的很好 对我也爱他吗 我为了他 能放自己信 你可以吗 我可以 你知道他生日是几年 几年几号吗 还没问的 不知道生日年 12月25号 好 我再想请问一下 你知道王贝德爱吃什么 知道 爱吃什么 他喜欢和同事一块 喝点小酒 吃什么菜 吃烤串 吃烤串 你知道他喜欢吃什么 我们俩出去吃火锅 他都会点一份拉面的 因为他知道 我们喜欢吃面 他说吃面对胃好啊 对吧 我俩刚好不久了 这样问我很为难 我俩真的是一见中情 你一看眼睛 就不他女朋友 真的 你在他身边 我觉得你就是一条汉子 是他纯哥们 你知道吧 来帮他忙的 我要告诉你的事 珊珊 其实也许你是一番好意 但有可能 你真的影响了别人的情感 也可能误导了自己 你能先暂时休息一下 来 你先暂时休息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们必须把这事理清楚 你跟王子分手 可以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是没有问题 但你不能因为 王子对你纠缠不休 你为了甩掉王子 把另外一个女孩子 扯进去 如果你跟他之间 真不是男女朋友的话 你对他是一种极端不尊重 而且有损于他未来生活的一种行为 不管是他的父母 他的朋友 都是不同意的 所以我郑重地再问你 你和刚才的那位女生 真的是男女朋友吗 不 你别作声 你别作声 我必须问你 因为你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是你的事 但你不能把别人扯进去 你不能害了另外一个女生 你说嘛 你说清楚嘛 这是你女朋友吗 你告诉我 你说啊 你说啊 是吗 你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你再这样的话 你只能离她越来越远 好吧 你说啊 告诉你 这是电视台 这是电视台 是面向亿万观众 你必须问这个女生证明证声 你否则的话 你真的是害了 你的事可以在这解决 但不要扯上去 说不定人家有男朋友呢 不要说话了 王子 你的性格太强势了 来 你自己对着镜头再说一遍 珊珊到底是不是 你 我问你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是真的受不了 它就跟梦魇一样 我干你啊 我有时候出门 跟邻居打个招呼 他不允许 我下楼买包一样 他有跟着 这么多上作所 他就跟我一块上 我真受不了 而且他动不动的 就动刀动枪 闹死闹活 你说我忍一天两天 我为了什么呀 我不能忍一辈子 我如果不是爱你 但是你也不能请一个女生 这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 是 对不起 我是不应该骗你 但是我是真的 只是想刺激一下他 我让他离开 我想摆脱他 不想让他再纠缠我 你摆脱他 你还要不要点自尊呢 你是人 你是个男子汉 你是个男人 你为了摆脱着他 你就随便跟 一万一个女人 做出任何亲密的行为吗 太不自重了 我开始我还真以为 他们是呢 我说我出不了 我只是想刺激他 你刺激他 刺激他不能伤害别人 更不能不尊重自己 这方面我确实说了不对 对不起大家 删删 不申报应 我刚才骗了大家 因为 是朋友告诉我 王贝德的遭遇 我觉得 我对他特别的同情 你骗我们骗得那么 情真意切 真的对不起 我真的不用跟我们说 对不起 我本来是说 我们都要对向你说对不起 尤其是王贝德 要向你说对不起 因为你是个女孩子 你将来还有生活 你还要恋爱 你在这帮别人的同时 有可能误导别人的情感 也有可能伤害了自己 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 行吗 明白 我觉得事情发生这样 我没有在台上 带的必要了 然后 我觉得你在离开舞台之前 你要向王子道歉 王子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骗你了 我希望你可以冷静一些 你可以找到真爱的 既然他不爱你 你就放手吧 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王贝德 你呢 你把人家舍心了 你是不是要向别人道歉 没事 没到 来 请回 家境父女 去缺乏父母关爱的王子 对男友王贝德 依恋深重 可是 王贝德 却无法接受女友 激进疯狂的爱恋 多次分手未过 王贝德 找来一个朋友 冒充女朋友 希望能让王子 彻底死心 无论王贝德 出众如何 我们都希望 他在尊重自己的同时 也能尊重 与王子 两人的感情 即使爱不在 也不应该 互相伤害 王子 除了刚才的那些 极端的一些问题之外 客观的评价 王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 他就没有一点 对你的好吗 他确实有 但是他对我的好 有点方式方法是不对的 王贝德 我怎么对你不好 你告诉我 你说清楚吗 你想让我怎样 你说明白啊 不是我求你行 别再纠缠我行吗 你让我去工作 我去嘛 王子你现在别急着 去盯着他 这个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你现在所需要的 是进行一系列的 心理方面的辅导和咨询 可以用一种 他能够适应和喜欢的方式 和他相处了 他就会更喜欢你 就不会离开你了 他都不愿意 那时你没有改变 等你改变了 他就会喜欢你 他可能会主动的来找你 你现在拼命的想去抓住他 反而他会被你吓跑 他很难干 是很难 但是我们有专业的老师 有专业的系统来帮助他 已经造成伤害了 能还能变回原来吗 不可能吗 这个世界上不是说 什么都是一成不变的 你们都还那么年轻 我觉得你可以帮助王子 他有一种轻微的强迫症 就是我越得不到你 我越要得到你 你越说分手 我越不要分手 我就要得到你 我现在对他已经没有感觉 我已经受够了 他是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你现在顺着他 你别逆着他 你越逆着他 我越要得到你 可是我不爱他 我不能装爱他呀 对 我觉得不能装爱他 既然他已经不爱他 你是帮他走出这种心理的阴影 我没有义务为他帮忙去给他走出 不然的话他一直纠缠你 我们俩没有婚姻的关系 我干嘛要去帮助他 他需要的是专业的辅导 而不是他爱的人的那种 他会错误的把那种好心 他帮助是爱了 但是他帮助王子 所以他不适合 他帮助王子 就是帮你这样的条件 你帮助他就是帮助你自己 你知道吗 其实他已经 一个人往你心口上捅了一刀 把刀拔出来 就算伤口好了 是不是还留下伤疤 你有没有反省过 你自己有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总在说人家的问题 错误两个人是相互的 对吧 感情也是相互的 你从刚开始站到这个台上 你一直在说人家的问题 你自己有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也许他现在 有没有做的不够好 让他误会 你有没有 也许我是做的 可能有不够好 但是我每天 那么拼命 那么赚钱 就是证明我自己 我想不可以就上了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但是他后来的种种举动呢 如果他得了绝症 你会管他吗 你还会说 我要跟你分手 我没有义务负责你 我没有责任负责你 你还会这样吗 如果我真的不爱他 如果你拿绝症来束缚 我顶多是束缚我的人 束缚不了我的心 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 爱人的最高境界 应该是彼此 是对方的唯一和一切 爱人 就是彼此要 互帮互助 不是有问题就撒手 想爱了就拢过来 毕竟两人在一起生活两年时间 虽然王子的爱是强迫性质 但是很显然是发自肺腑 她是个不懂爱的女人 因为她从小没有受到过关爱 是你没有义务 再去接受她这种强迫式的这种关爱 因为你们还没有结婚 但问题是 爱曾经发生了 爱曾经是有过 你心里很清楚这个女人是爱的 虽然她爱的方式很不对 我今天暂且这么说吧 每个人都尊重对方的选择 你的选择有你的理由 但我想说三点 第一我不相信你心里已经完全不爱她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你选择离开她 每个人都尊重你的选择 这是你的权利 第三 如果你选择帮助王子 好好地恢复我们都会赞美你 同时你会赢得所有人的掌声 我只说这三遍 不强迫你 你自己做选择 主持人 我想说一句话 你还要告白吗 我觉得 就像刚才老师说的一样 我觉得我应该去改变 我只问你 你还要不要告白 我觉得我不要 你不要告白了 是吗 对 说点什么吗 现在你不需要逃了 小伙子 你不需要再去找一个人来演戏了 他放手了 如果说你一直说 他是不理智的 是强阔的 他今天已经开始了 选择了尊重自己的四孙 尊重你的自由 这下你应该如是重负了吧 是 我希望他自己回去 也能好好反省反省 我和他之间 是现在是真的 也不可能了 我希望他以后 处理事情 不要在那里 你可以选择 自己想要的方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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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自己做出巨大的改变的同时 他觉得他不如你 你对自己做出巨大的改变